来所医院而是慈激医院 因为执行长当然要关注所有的医院 所以呢这是我们人文医疗雷俊隆执行长 我跟你讲我要请他请很久年 很久年了好几年前 好那终于今年我们就 执行长他很忙 然后说我们上线 他说那这样可以 那所以非常的感恩 那他今天会去谈到人文医疗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 他的文编是由高雄的杨慧云写的文编 他的美编是我们台北的陈建林师兄 与并感恩我们的文编美编 谢谢 好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位我们熟悉的执行长 然后他的一些画面跟故事 那现在画面上其实看到的是 是一个医疗奉献奖第31届的 那当然不是只有一个人得奖 那我们的执行长有没有得奖 当然是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看 这一天他上台有哪些人跟着一起去 同时间我们看看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林俊龙医师上台接受主课 苏贞昌院长亲自受奖 这份殊荣四季医疗体系院长主管 一同上台共享荣耀团结一心 好院长都到 我们流行的口号就是 把那些幸福快乐美满留给病人 但是这些问题困难跟责任 是以我们医务人员来承担 是 所以您看看 在那一个场面这么多人的一个陪伴 那同时间呢 我们也知道在9月份的时候 即将有TEMA 所以在去年2021年的TEMA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近思近色来做一个举办 云端相会 可是呢我们的执行长也是全程的陪伴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 依然可以去传达 传达让更多人去 所以呢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提供其他医疗院所 需要的这些保护的传递那份关怀 那份爱心 那全球历史到目前来讲都还是 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那有时候我们海外的仁义会也是需要的 这时候海外我们就来看看 海西亚此季仁义会迈路第20个年头 各州医护人员在云端相聚 来自台湾的祝福更是不能少 别怀疑我们家的执行长 英文也是吓吓叫的 那现在我希望大家耐心来看完 医疗奉献奖这一个部分 我们的执行长到底做哪些事 花莲泰宇德号火车出轨事故 林俊荣医师及时到达现场 配合指挥官 协调大量伤患的减伤与急救 从早上10点多到下午3 4点 早已忘记自己78岁的年纪 我们医疗这是本分事 林俊荣在台湾出生成长 台大医学系毕业 专攻心脏内科 在美国行医25年 52岁时毅然决定来到 花莲慈激医院发挥所长 更推动偏乡远距智慧医疗 参与国内外大小议诊 推广社区健康处境 独信佛教的林俊荣 被让人盖医院的行动力感动 回花莲前还在美国成立 慈激医诊中心帮助评病 签证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小册子 是正言法师的慈激世界 跑到花莲去弄了这么一家医院 而且是活教医院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因缘就是这样子 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观 推动着林俊荣 要让偏乡民众方便就医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病人 他说你知道一趟要多少钱吗 我说我不知道 三千块钱台币 二十年前三千块钱得我 你叫我明天来造X光 后天来造超音波 那下个礼拜再回来看你 我不是破肠 我是什么 一二三请启动 因为病人的需要而改变 他带着团队不断尝试医疗新科技 一步一脚印 已经在花东七个山地乡 建立医疗资讯网 目前有27个科 超过150位医师 都有开远距的门诊 华硕 其地 洗手 在 连续四年团队获得 行政院健康福祉科技整合 照护计划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执行长他要打造花莲 一个35万床 如果把台东加进来的话 就是大概要打造60万床 没有围墙的医院 在家乡获奖实至名归 其实不是我个人的光荣 这个是磁剂的光荣 是磁剂医疗 应该结束到大家的认同 深呼吸 好 我们来回到我们这边 所以呢 真的 请导播take这里 执行长你好 慈悸医院你看 所有您走过的医院 关怀的医院都在这边 所以慈悸医院 芬芳信林 而且我们的执行长 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简介 有没有 他说他不是个人的荣誉 可是我们都觉得 就是他 所以真的要先唱恭喜歌一下 虽然这是去年得奖的 恭喜恭喜恭喜你 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真的实至名归 但是更重要的 巧不巧 明天9月1日 是我们执行长的生日 是我们执行长的生日 生日快乐歌 一定是要唱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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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通关密语来听到我们执行长 今天很好的医疗人物的分享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执行长好 大家好 高雄线上读试会的所有菩萨们美音师节 非常感恩 有这样的因缘 来跟各位分享 其实这个是本分事 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非常平缓的 一个医生的生涯 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我的理念 这个做一个领导者 院长也好 执行长也是一样 那就是要跟基金会 董事会 还有外界 包括卫福部 去争取最大的福利 让我们的同仁能够 尽情的去发挥 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面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美光灯季集集的时候 要消失 要让你们的同仁 去接受这个荣耀 不是独占 这个就是不对的 除了要以身作者 身先士族以外 就是要退告一边 让我们所有的同仁 那这个慈祭医疗 我想这个是 当然上人的领导 监涉事务们的 这个护职 以及全球慈祭人的帮忙 还有我们上上下下 现在我们有差不多 一万个同仁 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 努力的结果 所以这个荣耀 归于我们慈祭医疗 以及我们全球的师兄 师姐们的帮忙 不是我个人的荣耀 感恩 感恩大家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就来谈一谈 磁器人文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我用几张的幻灯片 跟各位来分享 那医疗 是一个从事 这个医病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更重要的 除了专业以外 专业当然各自不同 小孩科 护掌科 内科 外科 耳鼻喉科 各种不同的科 专业 这是基本 一定要非常有水准 但是重要的是 在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传递 那一份关怀 那一份爱心 上人常常叮咛我们说 你不是要看病 你是要看病人 因为这个病的后面 是有那个人 所以你要传递 那一份关怀 那一份爱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实际医疗 就秉持着上人的教诲 我们是 在每一个地点 要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那守护那一份爱心 所以我们 的策略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以温馨 亲切的这个医疗态度 来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要 只要病人 有需要 我们就去做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病人 他的这个 就是 财务有困难 或者是他的肤色 他的年龄 他的种种 我们就不做 没有 只要病人 有需要的 我们就去做 这个就是我们的理念 所以 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座右铭 把快乐 幸福 美满 留给病人 但是 所产生的问题 困难跟责任 那我们医疗人员来承担 这个就是 磁剂医疗 那我们也花了愿 希望 参与磁剂医疗的人 所谓 参与磁剂医疗 不光是医生 护士 医疾 行政同仁 包括我们的志工赛 每天都能够 得到心心灵的慰藉 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而且每天 要快快乐乐的学习成长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 我们以时即进 学习成长 而且要合家幸福 一个人幸福美满 那是不够的 一定要一家 因为我们是家庭为单位的 清安自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愿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我们朝那个目标 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们 比较长期一点 我们希望专业 与人文 都是优质的 这个国际化的医疗体系 能够 立足花莲 照亮 不光是花东 不光是台湾 全世界 成为大家学习模仿的榜样 那我个人的姻缘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到美国 那个时候流行出国 就去美国游学了 二十几年以后 我家户有一点 不是就回来探亲探病 那我已经取得美国籍了 所以要回来 所以要去签证 在签证的时候看到一本小册子 就是正言法师的 现在已经不加印了 所以那个事 已经是50年前的事 就是正言法师的慈祭世界 我一翻一翻 杨思彪 曾文斌 还有我们几位 都是当初我在台大医学院的时候的老师 他们什么时候到花莲 去盖了这么家医院 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经过林妈妈的 这个就是她的姑姑介绍 带着林妈妈的父母亲 我们就第一次到花莲竞士堂 那个时候竞士堂还没有盖 那个时候就是金色 还是一个就是铁皮屋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造行 这不看这一 一看就改变了我的下半生 因为我在美国 这个成家立业以后 就到处去跑道场 人家说 因为对佛法有兴趣 虽然我是在天主教医院里面工作 但是这个文化就是格格不入 就到处去了解 佛法非常薄深 精深 但是我看到的 因为我们医疗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只要能够标盲病人 我们都一定能去做到 可是佛教讲的慈悲喜舌 信愿行 信愿行 那个行字 我没有看到 我看到的都是天主教医院 基督教医院 那些修女护士 到底要跑来跑去的 但是没有看到 佛教医界 一家都没有 既然教医这么精深 那为什么没有做 所以在美国跑来很多地方都没有看过 佛教医院 所以那一次回到 这个 这个 花莲的时候 哇 我就看到了 上人不光是医院 慈善的 每一样事情都可以给你看 教医 人文 通通是 外国人 很讲究这个现实 他说 你 酒一换后 要高谈扩论的时候 你拿出来来看 拿不出来的话就不用提了 所以 外国人实事求是 但是我看上人 这四大事业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让你来看的 everything can show you 所以这个就非常感动 当场就答应上人 这个阴远非常殊胜 那天下雨 上人正好有空 大概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就谈起这个华东地区 切医疗 那特别是心脏科 那是我的本行 所以我就 就是这样 当场答应上人 我退休以后 就加入职技的行列 加入这个团队 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退休 因为我两个小孩子 在身边 他们上高中 等到两个小孩子都上大学以后 那经社也一直说 我们欠缺人力 希望我回到花蓮来帮忙 那我就毅然截然 回到花蓮来 在那个当中 应该有两年三年的时间 我们就在 这个美国建立了一个疫症中心 我跟黄思前两位 后面这个是陈医师 那个是另外 我们洗医师 我们去拜访附近 可以做疫症中心 疫症就是看诊不受惠的 去看了以后 我们决定在旧的会手 就把它改成疫症中心 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那开院的时候 就是我就说 这一股精神 回馈社会 这一股爱的精神 应该永垂不朽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小小的地方 但是这个是第一步 我们刷出去 应该对于美国 是帮忙非常的大 那左边这一张 跟右边这一张 就是我们当初 开业的时候 开幕典礼的时候 照片 那我们得奖无数 主要的是 他那个州长跟我们说 你们是唯一来回馈大部分的移民 大家都知道 去那边的就申请利卡 申请他们的Medicare 申请他们的Medicare 就是要他们的资源 你们是第一个团体 来回馈 不是要资源 是来回馈的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奖状 这个当初我们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得奖无数 那2019年三年前 我又回去 因为开始立会的关系 我又回去跟师姐两位 跟这个 就是一共20年之间 大家看到 没有变 还是那张招牌 虽然本来是黑白的 现在变成彩色的 但是同样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的团队 也照来一张相 这个就是 2019 因为人议会 所以有几院的院长 也去参加了 那当地的执行长 还有我们原执行长 我们一起 就在那个议审中心门前 20年 6年后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当初 做这个人议会 那回到花莲以后 回到花莲以后 我们把那个精神 也带到花莲 我刚刚说了 只要有病人那个需要 那么病人呢 他没有办法到医院来 没有问题 我们就到居家去访试 这个是百岁 大家都知道 原住民 现在已经很难见了 他文面的菩萨 我们就要去往诊 这个也是大普的议诊 所以我们把那样的精神 带回到台湾来 我们分作北中南东 四个区 去做普遍的议诊 上山下海 只要病人有那个需要 更重要的是 只要哪一个地方有灾难 这个是八八水灾 在那个临边 我们成立直击医疗站 我们六院的 当初是六个医院的 现在就增加了抖六 所以我们现在在田台湾 有七家医院 我们就集中在一起 做医疗站 然后不光是医疗站 我们还积家 备着那个患药包 到这个 变患的家里面去 帮他们传递那一份光 那一份爱心 那不光是这样 我们应该做的 只要乡亲有那个需要 清洁 你看我们只要 这个是在台东 当初尼泊特风灾的时候 泰玛丽乡亲 就是真的是 产不忍睹了 那个片甲不留 每一个地方都是 我们去打扫 然后重要的是 我们去送这个物资 这个是巴布亚 辛基内亚 那时候海啸 我们也去 他们急需的 那除了去做疫诊以外 那这个是在印尼 波罗蜜疫诊中心 去做疫诊 那大家看看 这样的景象 我们是上山下海 这个我们的平民 就住在那个铁道旁边 小孩子们 就在那个铁道上面玩 那我们呢 就送些这个物资 去帮帮他 你看看这小孩子 坐在那个轨道上面 火车来了 他们就跑开 那火车过去 他们就在 坐在那个地方玩 所以这个是 我们有机会去体会 其他的国家 所谓上人说的 见苦之乎 那还要再造 那因为这样的一年 我有机会 到斯利兰卡 那个海啸 去做疫诊 来看看我们这些人 去花晃 这个是在 印尼的日和 那个地震的关系 我们去花晃 那还有到 也缅甸 去开白内障 疫诊 这个都是 我们有机会去参与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 传递那一份关怀 那一份爱心 把我们的责任 跟这样的一个困难问题 承担下来 那这个印尼 那个时候 印尼动土了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现在已经启用了 像2022年印尼的医院 600床 500多床 600床的医院 这个是 动土的那一天 我们照着下 所以 这个仁医之嫌 让我们有机会 去参临 去体会 去吃苦 去健苦 然后洗腹 那右边这一张 是海燕台风 这个应该是2015年前 做的 你看看那些灾民 真是非常令人不忍 但是我们看了以后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 那个回馈 那一份甜蜜的滋味 不是金钱 能够拿到 譬如说 菲律宾 我们成立 这个眼科 疫症中心 那 他们这些灾民 他没有钱 去做白内障的手术 我们帮他做手术以后 他就拿了 他们的东西来送 香蕉 这个 瓜 种种 不是那个礼物 理清 那个情意中 你感受到 他们出自内心的感恩 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到的 你看看 我去耶诞 好几趟 主要是关怀 那些耶诞的难民 很多都是西里亚过来的 或者是当地的 这个游牧难民 当我们给他一包米 一包糖 还有一些油 他们必须的时候 他们那个感恩之情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我们在沙漠地区 我们的巴士也停住了 我们也下来推了 这个跟亲王 有这样的因缘 跟他讨教 这个是耶诞的议者 那我们一起 非常殊胜的 能够帮忙那些 西里亚的难民 还有到柬埔寨 我们现在柬埔寨 有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去了好几趟 当地是贫困 那我们有机会去 为平民付出 那因为这个一年 我们每年 在花莲的有一个季会 就是仁义会 所有在这个世界上 从事一整的 都回到花莲来 我们一起来窃缩交流 这个已经是二十几年了 每年都有十几个国家 不一定每一个国家 都有可以回来了 那我们相继甚欢 我们分享 他们各自在各自国度里面做的 大家切磋 那回去以后 他们会思考 怎么样子 人议会 这个年会 现在已经变成 那下个礼拜 就是 十月 九月 中秋节 我们都定待中秋节 这个一年是这样子 菲律宾人议会的 那个李秀全副院长 他说 我是中国人 我过年一定要在家里 跟爸爸妈妈过 没有办法回花莲 但是中秋节 我可以回花莲 跟上人一起过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年 菲律宾的仁义菩萨们 就回到花莲来 印尼说 你们回去 我们也一起来 结果全球的仁义菩萨们 都显定这个时间 仁义会的前后 回到花莲来 来跟上人过中秋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已经二十几年的传统 你看看 每年 这个是2011年 2013年 2014年 那这个还不够 这个是在中秋节 大概9月 那么新加坡说 我们希望 在我们新加坡 也来办个叫做论坛 不是年会 所以他们就三月份 跟9月份 记录六个月的时间 这个2015年开始 16年是在马来西亚 17年是在菲律宾 就这样办起来 但是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继续办 我想 疫情过后 我们会开始这样的办 那15年 那一样的 就是先到 我们的人本医疗 尊重生命的里面 我们在台湾 现在已经有七家医院 花园开始 南边的疫灵 在南边的关山 西部是大连第一个开始 那就是2000年 台北2005年 台中2007年 那么斗六医院是三年前 2019年开始 那还有一家诊所 就是在嘉义 所以我们在全台湾 这样的一个医疗网 保持了那一份信念 把幸福美满快乐 留给病 但是责任问题 跟这个困难 我们来承担 这个是大连企业的 这个回想起来 大连企业 就是我们最温馨 最美好的一个时段 我们五龙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做环保 我们的医院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是推动素食 从建念开始就是这样 第二个是环保 我们非常注重 我们回收 几乎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注重健康 健康促进 最近二三十年来 联合国有一个政策 他认为 健康不是光没有病 没有病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以前医疗是比较负面 我们就治疗 你有病我治疗你 甚至于走更进一步 就是疫防 但是现在联合国要把它 再推向前面一步 那就是要健康促进 没有病是开始 是七点 我们要让一个病人 而一个人 再不是病人 是健康的人 要在家庭上 在社会上 在国家 整个世界 发挥他的良能 这个叫做健康促进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一些健康促进 我们从五六个面向去做这个事情 第一个 病人我们要让他健康促进 希望他这一次住院以后 以后就不用再来 一往 然后健康促进 同仁也要做健康促进 环境要健康促进 然后社区要健康促进 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加进去的 这个全世界只有我们持续在做这一块 那就心灵上的健康促进 我们上他能够心灵更上一层龙 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那这个我跟检验长在那边 学着播种 你看看 学着用 笼具 怎么样子插秧 能够插得很好 以前都是用手插的 那再来 要割道子 也是一样 我们去体会 那我们这个大爱感恩科技 非常好 我们回收的那些宝特瓶 还有种种的这个回收物质 他们把他制成这个茅坛 现在我们在全世界花旺的茅坛 全都是宝特瓶回收的 做成的 那还制成种种的义务 包括我们的西装 我们的这个shirt 通通是这个环保的材质 这个就是我们上人的那个理念 保护这个地区 我们也常常到处去摆摊 来推广这个环保的概念 那我们开幕的时候 我们就推动这个立社医疗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每个地方都去 希望说服大家 那就是因为是这个样子 教皇 邀请我们去做这个 他们 举办了一个促进人类发展的 国际研讨会 那请我去代表 来跟他们讨论 我们实际医疗制业 这个环境非常的热烈 大家都非常赞同 我们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秀林乡 因为花东地区地广人稀 那么医疗资源比较欠缺 所以我们就利用现在的科技 包括云端病例 就是我们把那个病例存在云端上面 包括无线传输 包括4G 当初我们到3G 3G有一个困难 3G它传输速度比较慢 量比较小 所以当你在播卫教的时候 它会断断续续 4G跟5G就没有这个困难 然后用平板或者手机 来传递那份信息 结果我们利用这几个科技 就来造成我们这样的这个照护网 接受度非常的高 满力度也很高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的健保署 我们的卫福部 我们的这个医生 护士 家属 病人都非常满力 因为他们得到他们要的这个照护 而且非常温馨亲切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照护成果发表 联系4年 卫生署给我们计划 每年都1000多万 现在今年我们要跨到西部去 我们跟苗栗县签了业 我们跟新北市 新北市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屏东 还有嘉义 现在我们在努力中 希望把这个计划推动到西部 那刚刚美师姐有提到 就是阿里山太鲁阁事件 这个太鲁阁事件 就是我们本分室 因为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就在花莲没有太远的地方 就在崇德隧道旁边 我们就冲了去 去现场 真的是惨不忍睹了 那我们死灰现场 要后送的后送 马上急救 那么可以休息的 不需要住院的 就到一边去 这样子分裂以后 很可惜的 因为太严重的 埋在隧道里面 后来拉出来绝大部分都是死亡 没有办法回天滑速 这个是可惜的一件事情 你大家都会看到 右边这个黄色 这个就是救护车 那不是救护车 那个工作车 它掉下来 就卡在隧道 那火车创到它 以后就创到隧道的壁 结果车厢就切掉 差不多一半 这个就是车祸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总指挥 送几个病人到医院去 几个病人留在现场 几个病人往生 我们都马上 立即提供照顾 就在火车站的夜台上面 就紧急照顾 没有办法再等 但是我们后来接大的 那些从火车上面 接触下来的 都是已经是 没有生命迹象 很可惜 那这里我简单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的跟 大家谈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推的 素食跟身体 地球跟新年都有很大的帮忙 对身体来说 素食是最健康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医院一直在推 除了对病人来推 我们的同仁 大家都很用心努力的 那我们祈祷 希望灾界 希望这个疫情很快过去之外 我们推动素食 那我们花素食件 来跟大家绝言 希望大家也能够启动素食 那么甚至于在 就是在新店 我们去任养了一个白金防疫旅馆 因为医院不够住 住到那个防疫旅馆去 我们也都推动素食 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每个月 举办素食研究会议 那我写了几本跟素食有关的书 科学素食快乐吃 这个已经是十几年了 吃好心脏病 心脏病绝大部分跟吃有关系 你只要吃醋 心脏病的罹患率就降低了 百分之六十几 只有剩百分之三十张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最近素食健康 地球跟新年的关系 因为素食有益健康 他帮忙地球的反方 更重要的 因为不杀生 所以对新年有莫大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发表了 二十几篇的论文 这个都是国际知名的杂志上面的论文 证明素食有这么多的好处 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脑中风 我们降低一半的风险 换句话说 你吃醋的话 你中风的机率降低了一半 糖尿病更多 你只要吃醋 你得糖尿病的机会 只有百分之五十 甚至于在女生的话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降低百分之七十五 那么厉害 忧郁症百分之七十 就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痛风 百分之四十 就零点六 脂肪肝百分之二十 胆结石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百内脏百分之三十 还有医疗支出百分之十五 大家说 怎么会降低的这么少 因为医疗支出很多 跟饮食没有关系 譬如说你先天性的疾病 譬如说你车祸 外商 这些跟吃素 不吃素没有关系 所以能够降低百分之十五 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其实是百分之二十五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那一张 你就知道 那你百分之二十五是多少呢 现在台湾健保的支出 一年是八千亿 八千亿台币 百分之二十五 一年就两千亿台币 这个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我们师兄师姐们吃素 好像 但是我还是要说你 吃素是不容易 你除非有一些认知吃素 因为我看了几个 还是不容易 他还是偷偷的去吃些文 那个口语不大容易控制 所以我这里跟大家说 爱撒人间支付庭 大家都很努力 要去对这个人间做好事 但是素食是起点 慈悲喜舌 我们一直喊的口号 但是素食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起点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就是跟大家讲 我们医疗 他的人文在于 把这些快乐 还有幸福美满给病毒 我们承认那个责任困难 跟问题我们来解决 这个就是医疗人文 那这里也要欠大家 劝素 个人吃素可能不是困难 但是 我跟各位说 我努力了很多年 但是 这个亲戚朋友们 吃素的还是少素 大家一起来努力 奉行素食 就是要爱撒人间支付库典的起点 感恩大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 也请我们的执行长 执行长还在画面上 大家有没有觉得执行长真的是 铿锵有力 自信风采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觉得 能量满满的 还是要再跟他说一下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有正能量的执行长 其实 我收到他的简报的时候 其实看到画面蛮多 可是 你看看 这所有的每一个画面 每一张相片 他如数加征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亲自走过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个故事 虽然后面有一点开探 真的是大家要守住口欲 这样的一件事不容易 但是真的素食也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我们听到执行长 再次的苦口婆心为我们呼吁的时候 出了三本书 最近的还有一本书 大家可以买来看 对身体应该是最最有帮助的 就是蔬食 那我们泰国的词馆说 林俊龙执行长生日快乐 我也是处女座的张光了 同喜 然后胡香杰就说得者风望 嘉宜的谢慧芬 也祝执行长生日快乐 而高雄的壁圈说 只是一个反国看病的姻缘 将林执行长引入了慈悸 而世病如今 对待病人不分贫护而用心救治 这就是慈悸最珍贵的医疗人物 感恩执行长多年来的奉献 心里在慈激医疗 祝福执行长生日快乐 长长久久 愿力行 那我们的慈分说 执行长世病如今是一位亲切温暖的长者 秉持上能的教诲 医人医病又医心 那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泰国的警署也是祝福执行长福寿绵长照亮医疗志业的灯塔 洪玉学说您是佛陀转世守护生命的叛师 王氏 好 谢谢 好 施如真说 夜使人医会慈善在哪里 医疗就会跟着慈善跟医疗一起搭配 那无论是玉学或者是如真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们 你是在哪边的一个家人 那林真宇说 得一双心执行长生日快乐福会上修 感恩您的付出 他是在古山 高雄古山 花莲的文带说 感恩林俊隆执行长的分享 因为一念悲心走进慈悸 散伤下海拔除病人的一个苦难 全世界哪里有苦难 哪里就现身 这是人间化身的菩萨般的一个大依望 那庞伟师还有包括呢 郭秋秀都是祝福执行长生日快乐 日本的经会说 感恩慈悸大依王 依人依病又依心 大离慈愿离我娘家很近 以一位相亲的心感恩林执行长 还有仁衣们深入偏乡 遍及国际的爱的伴侣 日本的经会执行长 他是我们的日语的口译跟笔译 他现在正在口译当中 同时间我们的长春的留春之 是 所以 好 所以 好 长春的留春之说 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 不仅是治病救人 更是心灵的法医 好像是地藏王菩萨 我今天这一次 我这个站太一会 感恩 直接 好 那北京的陈寗君说 林慈行长你分享得太好了 这一段要剪下来分享给最近陪伴的一位 敬老院的院长 同时也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主任 黄英雄所见略童 医病跟医心 一定要帮我们的执行长的分段直播 传给很多人 而且我们有中文英语跟日语 那全程的直播还有加上简语的部分 好 总之 感恩以单位 春梅还有刘富宇的一个祝福 但因为时间因缘的一个关系 最后念一下 加拿大管心灵说 人文医疗以人为本 医疗人文以爱管理 明医义德 良医难求 林慈行长不仅是医术精湛的医界太陡 更令人景仰的是悲天悯人的胸怀 跟毕生奉献的医疗职业的无事大碍 慈行长绝对是上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才 和知心贴心的弟子 也是全球慈见人的人品典范 祝福时时关心我们身心灵健康的执行长 甚至快乐平安健康 喜乐年年愿行圆满 哇 你帮我们做了一个结语 感恩大家 我这里有两点要补充 第一个呢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 上人常说 你走过必留下足跡 你见证过必留下回忆 但是更重要的呢 你参理过了 他就会带来给你满心的欢喜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那第二个我要也是做一下广告 好 人议会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本新书出来 那希望大家还没有还没出来 下个礼拜人议会的时候他会出来 您的书吗 那就是我在大连的时候 我们刚起业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这个非常温馨动人的故事 我们把他结集在一起 书名叫做我们一起打造的幸福医院 我们一起打造的幸福医院 所以下个礼拜会出来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 来跟我们一起 可以哦 看看那个大连企业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怎么样落实 你从扫厕所开始 执行长知道 执行长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就从扫厕所 那个让人家很感动的一个故事 感恩我们会记住这样的 那一年我们一起打造的幸福医院 而且还用上了那一年 也就是我们 就是那个什么电影的 那一年我们的幸福医院 2000年我们当初流行的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募款的时候 打的标语 就是一包水泥一份爱 一顿钢筋就一四千 有我们都有加入啦 好所以现在我们最后放到简报这边 特别就是我们大连的必争师姐 用了这个图卡给我 所以我马上做成简报 可以导播take那个简报 就是您在大林的时候 这样的生日快乐 生龙活虎 所以我们结束这一段的直播 感恩执行长 我们跟执行长再见 执行长 谢谢请继续 不要让我腰那么久啦 我腰人很成功的 你腰好久 好感恩感恩 好那执行长我们要继续往下了 谢谢您 我们会把直播整理给您 好OK然后接下来呢